來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有一個F1 F2是這橢圓上兩個焦點 P點在橢圓上面 他說多少F1 P F2 夾角是60度 球哨型多少P F1 F2的面積怎麼算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一看就要叫什麼形 左右形 所以說寫出來是A平方分之X平方加上B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1 所以對照一下A平方等於49A四幾7 B平方等於24B四幾根號24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老師想請問一下CA 因為這時候B平方加C平方等於A平方 所以24加多少是4925 所以C四幾5 所以說大概大概 我去畫出一個左右形的橢圓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大概大概行不行 老師想請問一下一件事情 他說F1 F2是兩個焦點 來告訴我這兩個焦點距離是幾C? 2C 所以說這段長度是C10這樣行不行 他說有一個P點 好不好會在這個橢圓上面這樣行不行 他說 他說F1 F1 P F2這個夾角是幾度? 60度? 60度? 所以說這個夾角是60度? 麻煩你一件事情 麻煩你一件事情 求這塊上耳型面積怎麼算 我這樣子想請問一下 對這P點而言 對這P點而言這兩段相加是幾A? 2A 所以說第一件事情 老師可以知道 老師可以知道 打PF1加上PF2 這兩段相加是幾A? 2A 會等於幾? 14 所以說我去假設 如果說我去假設 PF1長度是幾X 那PF2的長度就是幾? 14截 X 這樣行不行? 老師你幹嘛? 我去假設 這段長度是X 那這段長度就是14截 X 這樣行不行? 麻煩去把X算帥四角 怎麼算? 挺好 這假角是60度 麻煩用什麼定理? 余玄定理 有沒有印象? 可不可以? 可以喔 兩邊一假角可以求第三邊嘛 行不行 所以說麻煩帶入余玄定理 所以說12平方式起100 會等於把這X平方 加上14-S平方 減掉2乘X 乘上14-X 乘上cos60度是出來了 所以把它爆開100 等於S平方 A-B平方乘開始 A平方1-6 減掉2ABX 加上S平方行不行? cos60度是二分級可不可以? 可以 所以減掉14-S 再加上S平方式出來了 把它整理一下 3S平方 減掉幾? 42XS 對吧? 加幾? 加上96 等於幾? 0 約掉得到S平方 減掉14-S 加上32 等於幾? 0 好,需要這邊 麻煩把它抓起來 因式分級 來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題可以因式分解嗎? 不行 沒辦法 對吧? 所以說老師 那這題怎麼辦? 用公式解嗎? 用公式解很麻煩 你算出KS還要帶進來 還要求面積 老師建議 老師想請問一下 好不好算? 不好算 所以說這種公式解不好算 那怎麼辦? 那怎麼辦? 我們這時候 麻煩你 你對這數字要感覺一點點 怎麼說? 我去假設 兩根為幾? 兩根為幾? 我去假設這半式兩根為幾 為α β 想請不請? 所以說老師 想請問一下 這這一個現象 兩根四合高的事情 負到a分之b 負到1分之-14次幾? 14 這兩根之七次幾? a分之c 1分之32次幾? 32 這樣行不行? 寫到這邊之後 然後呢?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? 你看一下 這兩個相加是14 代表什麼意思? 假如有一個根叫做α 另外這個β就叫做14-α 對不對? 換句話這兩個相加是14嘛 對吧? 算算一個根叫α 另外一個就是14-α 另外一個就是14-α 假如說你用β 另外就是14-β 老師在講什麼廢話 當然是這樣子啊 所以說 你看一下 這邊叫x 所以說如果說你x算出來 是α的時候 那這邊就是14-α 是不是就是我的β了 對吧? 這樣你要找這個意思嗎?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兩邊 一個叫x 一個叫14-α 和我的α和β有沒有一樣? 有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總而言之 好不好? 如果說x是α 那這14-s就是β 對吧? 所以說這時候 老師去假設 x是α 行不行? 則 β就等於14去減掉x 對不對? 所以說老師想求 那一起到這邊 有什麼關係? 因為今天 求多少? 求這塊上耳型的面積 對不對? 兩邊一夾角 可不可以求面積? 可以喔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塊上耳型面積怎麼算? 它可以寫的2分之1的x 乘上14-x 對吧? 兩邊的夾角 求面積求上 60度 那其實我剛才講過 你看一下喔 這x叫做α 這14-x就是β了 乘上3 60度 這樣行不行? 那α乘β事情 32 是不是帶進來了? 所以1分之1 乘上32 60度是2分之3 所以乘起來是8倍了 更號3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喔 這題麻煩你去注意一下 OK 把這邊看一下